怎么了 没怎么 你快走 你跟谁说话呢 你就别磨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不在这边 师母 淼淼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帮我妈送外卖 这么大个天送外卖 很辛苦吧 没事 不辛苦 看着挺心疼的 您在这儿 对 你知道这边十七栋在哪儿吗 我找半天了 你们梁老师啊 有个学生 报了美术班 可一直没来 我想来看看 他是生病了 还是有什么事 我知道 十七栋就在那边 我刚找了半天 我带您过去吧 好呀 要帮忙吗 没事 可以 走吧 那边 最近怎么样啊 上课上的 还行 马上就要开学了嘛 行 有什么不懂来家里问啊 走吧 你怎么回来了 我下一单来不及送了 你能用电动车送我一下吗 你能用电动车送我一下吗 自己去 我没空 那你能把电动车借给我吗 你会开 我爸以前教过我 而且现在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我是开几圈就行了 没人了 没人了 爱情 你赶紧地办 我等不及要炫我的车进了 走 你敢开得再慢一点吗 别跟我说话 我开车呢 太危险了 放心 就你这速度 要担心的不是危险 是你的脚 坐稳了 我的外卖从来都是准时送达的 停 停 林开拓 我还不想死 我还没上过大学呢 我大不了赔钱 你慢点 好 稍安勿躁 停 林开拓 好好好 坐好了 走啦 可以可以可以 这个速度我喜欢 保持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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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外卖费 你的外卖费 我的外卖费就这里啊 那两个都给你吧 那我走了 我还得去取自行车 今天 谢谢你啊 就是谢谢你 赶紧消失吧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的结尾 让我妈不用看到我在送外卖的样子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今天的结尾 让我妈不用看到我在送外卖的样子 快进来 我来 装不下了 这么早就给开拓准备行李了 早点整理 万一有什么漏下 还来得及补上 学校离这么近 就算真漏了什么 再来拿就是了 小拓这孩子你又不是不了解 他这一去啊 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肯回来 男孩子嘛 等长大了想开了就好了 对了 他这两年交的房租 你看给他放哪儿啊 放抽屉吧 好 就他那个性子 就算放这儿 他也不会来拿的 他从来都不开口要钱的 不拿放着也好 万一有什么急用 他还能对付着 今天啊 我碰到夏淼淼在送外卖 我就想说呀 小拓 他平时是不是也这么辛苦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男孩子嘛 多锻炼一下不挺好的 又年也说放手架也不回家了 说要到什么山里去采风 我都举双手赞成了 话是这么说 可还是忍不住担心啊 我说夫人 预期担心这么多 不如担心一下 咱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就知道吃 快帮我收拾 收拾完了就给你做饭 好嘞 遵命 这个外套也放这儿吧 好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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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